海贼王一千里一日三化情报 原来第一次更新 本化标题 混乱了大妈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情报内容 承接上一话 被纳美电流之后 乌尔提昏迷了一瞬间 马上要醒了过来 果然古代中的抗性一如既往的高 不过纳美早有预料 再次接上龙卷分天后 结果被乌尔提轻松躲过 专进铁头宫的乌尔提 毫无疑问又是火箭头锤 可此时大妈的攻击也到了 竟然是由普罗米修斯 拿破仑 赫拉三大赫米茨 联合释放的组合剂 果然对外战斗也就图一乐 真要内战还得看大妈啊 吃了这么一个大招 乌尔提失去了战力 随后情报给出了几话钱 普罗米修斯让大妈说的话 原来当时他说 自己想要个女朋友 于是大妈才捏出了赫拉 宙斯突然就绿了 也正是在此时 宙斯刚好来到了这边 他看到赫拉之后满是忌惮 明显看出 大家都是同种类型的替身 大妈直接绝情地表示 宙斯你走吧 我不需要你了 甚至让赫拉把宙斯吃掉 宙斯苦苦哀求 让大妈毫不领情 正让他打算攻击纳美和乌索普时 宙斯躲过了赫拉的追击 然后向纳美道歉 甚至提出自己来断后 帮纳美逃出去 算和我们预想大妈赠送有点出入 但看来宙斯以后绝对是纳美的了 就是不知道身为创造者的大妈 是不是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造物 这对灵魂果实来说 还是个暂时没有透露的核心设定 与此同时 吉德也赶到了这里 一招慈利贤就向大妈攻去 临近结尾 情报给出了凯多和陆飞的战况 陆飞从鬼岛坠落 凯老师提前发表了胜利宣言 声称自己应该砍下陆飞脑袋来宣告胜利 不然其他人还一直以为 草帽小子能够获胜呢 要是伟天老师就这样让两人的对决中断 估计随后的剧情就是 新鬼岛计划第一阶段结束 鬼岛加林花之都 耿多失离参战了 以上就是本情报的全部内容 下周休刊 得等到26号恢复连载 就让我们期待后续吧